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并不顺利 只拿到了第六名 然后从17 18 19这三年 都是过得很 你说低谷吧 也不算低谷 就是平平淡淡 但是运动员并不想要平平淡淡 因为你职业生涯青春就那么几年 但是失利也是精密 正因为领域奥运会上的失败 让他更加刻苦训练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比起在赛场上扑 更想在训练场上多流点汗 东京奥运会如约而至 2021年7月29日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 别用比赛总决赛上 张宇飞以压倒性的优势 夺得了金牌 创造了新的奥运会记录 现在中国的主题天 跳了张宇飞 跳了 2021年的冠军年 加油 加油 好 到道间了张宇飞跳 成功地让五星红旗首次在东京奥运会游泳赛场上 冉冉升起身披国旗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在那一刻石下了 天上的父亲虽然没能参与他后面的人生 但在天上看着自己的女儿一步步破茧成蝶 想必也是十分欣慰吧 在最近的成都大运会上 极限转场 是休息四小时 张宇飞六天拿下酒精 甚至还八次打破赛会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他带上自己的九枚金牌 埃尔赛的说自己的脖子有点重 虽然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 但他表示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顶峰 报了这么多项目也是为了磨练自己 九金王张宇飞 注定会写究大运会历史上辉煌的一笔 但他在未来的竞技生涯一定会攀上更高的山峰 飞飞一直在飞 后面还有押运会 解释就让我们拭目以待